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风靡滑下大地 许多人都参照着这句话 试图在自己身上找到哪怕一丝符合描述的特征 那么这九块龙骨到底是哪几块骨头 又为何会成为彰显富贵的象征呢 今天小酱汁就来说一说这其中的故事 一 颧骨 作为人类头部骨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颧骨能够成为九块龙骨之一是非常合理的 颧骨位于人类头颅两侧靠着头骨的其他部位 并且连接着鼻子脸颊 可以说颧骨的形状是决定这一个人面容是否好看的基础 古人讲究的帝王之象中 颧骨饱满就是最重要的标准 因为饱满的颧骨能够撑起人的脸部 让人的面容看起来四方而协调 长相看起来很端正 如果颧骨突出或者内线 就会让一个人的面部比例不协调 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尖嘴猴腮 而一个尖嘴猴腮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被人认为是帝王之象的 同时 颧骨的拳字与权力的拳字发音一致 因此 长着良好的颧骨的人也会被认为能在未来手里握有巨大的权力 二 龙脚骨与龙公骨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能为自己的容貌加分不少 龙脚骨和龙公骨就是决定眼睛是否好看的骨头 也是头骨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龙脚骨在眼睛的上方是眼眶的上半部分 因此 平滑的龙脚骨能够勾勒出帅气的眉毛和眼形 我们常说的剑眉和柳叶眉就是拥有平滑的龙脚骨的男性和女性 而龙公骨在眼睛的下方是眼眶的下半部分 同时也起到了塑造眼形的作用 如果一个人的龙脚骨饱满 那么他的眼睛就会炯炯有神 反之 一个龙脚骨若是内线 那么此人的眼睛就会随着一起内线 会显得没有精神 所以 如果一个人的龙脚骨和龙公骨都长势完美 那么他就会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自然是会被人所夸赞的 三 日脚骨与月脚骨 日脚骨和月脚骨在人眉毛的两侧 是龙脚骨延伸出去的部分 与龙脚骨一起组成了眉毛部分的形状 如果说龙脚骨是给眉毛定型 那么日脚骨和月脚骨就是对于一个人的眉毛精雕细刻了 如果一个人的日脚骨和月脚骨能够顺着龙脚骨延伸 那么这个人的眉毛就会和眼睛持平 保持一个非常好看的角度 如果此人的眉毛正好是健美 而日脚骨和月脚骨也很平顺 那么有了这个合适的角度 眉毛就会展露出一股阴气 给人年少既盛的感觉 让人觉得此人年少有为 久而久之 自然就会被当成帝王之相了 四 翼马骨 拳骨和鬓角的连接之处就是翼马骨 这块骨头决定了拳骨的走势 就像是一个将军指挥军队一样支配着拳骨 如果翼马骨的长势良好 同时也会带动拳骨的生长 所以翼马骨是非常重要的头骨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翼马骨也控制了古人并发的走向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都会留非常长的并发 然后细细打理 翼马骨能够左右并发的走势 让有的人的并发能够垂直向下 颇具先锋道骨 同时 它也能让有的人并发四处横生 就像张飞李逵一样怒发冲冠 混乱无比 前者的形象能够被认为是稳重又大局观 而后者则只能够被当作莽夫与勇士 无缘帝王之相了 五将军骨 在左右耳上方的骨头被称为将军骨 同样 这一块区域的骨头也是帝王之相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军骨控制着耳朵的生长 如果一个人将军骨内线 那么这个人的耳朵就会贴合头部 整个头部失去了耳朵扩展出去的区域 就会显得比例失调 反之 如果一个人的将军骨突出 那么此人的耳朵就会外扩 俗话说 大耳朵好福气 将军骨延伸而导致外扩的耳朵 就会被古人认为是好运的象征 六 伏西骨 伏西骨又称伏西骨 从字面上看 就能看出这块骨头 在头骨中的重要性了 伏西作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是中华历史长久以来的顶梁柱 而伏西骨在人的面容上 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 伏西骨在人面相的正中间 位于鼻子上方 连接着硬塘 确定了一个人的硬塘形状和鼻子走向 硬塘不用多说 其形状确定了一个人的面相 如果伏西骨尚不塌陷 那么这个人的硬塘就会一直深陷在塌陷的伏西骨所塑造的阴影之中 给人一种硬塘一直发黑的印象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伏西骨控制了鼻子的走向 如果伏西骨下部的长势不好 那么鼻子也不会太好看 甚至会塌陷 作为人脸上最重要的器官 人们在关注面容时 第一时间看的就是鼻子 所以鼻子不好看 会摧毁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 没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还谈什么帝王之相呢 七 巨凹骨 巨凹骨作为伏西骨的延伸 也在塑造面容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巨蓝骨是连接面颊和后脑的重要部分 但巨凹骨本身不像其他骨头一样 直接塑造脸部的形状 因为在大多数人身上 巨凹骨并不可见 所以虽然这块骨头很重要 但是一般是看不到的 所以巨凹骨突出 让其他人能够之间看到 自己巨凹骨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所以在古代见到巨凹骨突出的人 大家都会认为 此人是万中无一 并且未来能够创造自己事业的人 如此看来 虽然投生九龙骨 早晚必显贵 是古人封建文化迷信的一部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九块骨头 实际上确实决定了一个人的面向 比如马云 我们发现虽然他的面部比较小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脸若银盆 但是他的九龙骨都生得很好 马云的额头非常的宽阔 几乎到了少有人级的程度 全古丰满 但并不突出 整体上看 尽管不够俊美 但古相很好 比起现代人 古代人更加注重古相 可以说历代雄主 开国皇帝 也都够得上古格亲戚 后汉书光武帝记中记载 光武帝刘秀的相貌 便是身长七尺三寸 美须目 大口 龙准 日讲 便是明确指出了 刘秀具有九龙古相 看起来面相之说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在现代看来 面若满月 并不是很难实现 但在古代身体强健 骨肉丰满 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 古代劳动人民 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平民百姓能够吃饱 已经算的是生活富足 这种情况下 大多数人都是发育不良的样子 所以拥有九龙古相的人 并不普遍 这类人大多身体强健 性情也比较刚毅 所以往往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 那么 只有这么寥寥几个出人头地的人 才拥有九龙古吗 其他的人就没有吗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千百年来 中国经历了无数人士的变迁 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几个人 符合九龙古的要求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同一个时代 不可能只有一两个人符合九龙古的标准 但成为帝王名臣的却只有那么几个 除了命数决定命运的 其实更主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有一副有福气的面相是天赐 也是父母所赐 这其中毕竟存在着基因遗传 但后天的努力是成功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如果自己没有进取之心 那么即使爹娘生给我们一副帝王像 那也不过是白白浪费 好了 大家讲讲 问负在鼻 你能不能发财 能发多大的财 都能从你鼻子看出来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不愁吃穿 大富大贵的 可是有些人出生并不是那么的有富贵命 其实如何看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好运 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看起 那么接下来就跟小酱汁从鼻子看向当中 一起来看看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吧 一 破财鼻子的特征 一 三弯鼻 所谓的三弯鼻 就是指他们的山根微微的底线 而且鼻梁凹凸不平 整个运势不佳 则一般的情况下 拥有此种鼻象的人 他们往往都会在事业上很难取得成功 一生多有劳碌奔波 中年的运势发展不顺利 而且脾气性格粗暴 容易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 日子自然也都是贫穷之下 难以稳定 估计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生活上的压力自然也都会比较大 事事不如意 二 贱鼻 所谓的贱鼻 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处明显的露骨无肉 整个呈现刀背壮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他们的鼻翼不封 看起来比较尖 则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人 喜欢各种的算计 为人比较固执 喜欢奔波劳碌 所以这样的人 往往事业 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 所以会导致财富不封 一生就是奔波劳碌的命 越是往后日子也就会越差 三 阴沟鼻 所谓的阴沟鼻 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微微的弯曲 而且鼻头下垂带肩 从而呈现阴嘴状 则往往这样的人 多半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之人 喜欢把金钱放在首位 就算是与人交往 也会把钱都看得非常的重 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 日子终有一败 甚至喜欢利用自己的亲人 小钱自己最后钱财没有拿到 还会落得六亲不认 甚至最终闹得众叛亲离的局面 四 九糟鼻 所谓的九糟鼻 就是指鼻头 总是发红呈现赤红色 整日都气气的 而拥有这样面向的人 性格方面过于的搔手弄姿 对待男女的事情 上面非常的热衷 而且这样的人 多半都难以孕育自己的子女 也非常的容易行克自己的伴侣 这样的人 不是不赚钱 只是没有存钱攒钱的本事 把钱都会花在无用的地方上 从而导致钱财守不住 常常是无缘无故的破财 五 寄予鼻 在面向中 所谓的寄予鼻 就是指 山根尖细 鼻梁干瘦 中间会有略微的隆起 鼻头尖尖向下 一般有此鼻象的人 没有上进心 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都是抱着一副 得过且过的心态 只要自己吃饱 不会在乎家人的温饱 婚姻生活不美 常有矛盾发生 就连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没啥的成就 让人瞧不起 六 狗鼻 在面向中 所谓的狗鼻就是指 年上 瘦上高耸 准头 蓝台 亭位低限 鼻尖中间有一凹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鼻梁 一般有此面向特征的人 赚钱没有气势 经济上不会怎么富裕 凡事都会算计的比较精明 一点的亏也不肯吃 但是为人小心谨慎 亦肯有大的举动 一辈子浑浑噩噩 成不了大气候 七 截筒鼻 所谓的截筒鼻 就是指鼻子 像是一斜坯的竹筒 扣在脸上 准头端正 不偏不斜 扇根略低 年上瘦上丰满 鼻梁端正原直 而有此面向的鼻子 做事有魄力 有野心 雷厉风行 有大度量 一般有此面向的人 生活上 具有非常强的忍耐力 能够保证赚大钱 生大财 财运滚滚 但是这样的人 看财过重 容易做出天机的事情 连累佳人 二 富贵鼻子的特征 一 玄胆鼻 所谓的玄胆鼻 指的是山根部位 长得较为纤细 而鼻头 长得却非常丰满圆润 鼻翼长得也比较饱满 如猪胆倒玄一般 长有这种鼻象的人 大多个性非常的要强 虽然出身 不是非常富裕 但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往往能够白手起家 属于先贫后腹的类型 而且聚裁能力非常强 一旦发家 腹得比较长久 很难再穷下来 二 蒜头鼻 所谓的蒜头鼻 指的是鼻形长的较短 山根部位长得稍低 不过鼻头很大 鼻翼也比较饱满 整个鼻子长得就像蒜头一样 这种鼻子虽然不好看 但是却能给人带来富贵 长有这种鼻象的人一般 财库非常的风龙 财路也会越走越宽 身边容易出现发财的机遇 财运极旺 而且这种人做事也比较坚持 只要认准一个目标 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 聚裁能力特别强 一生非富即贵 三 伏膝鼻 所谓的伏膝鼻指的是 鼻形长得如犀牛角一样 整个鼻子长得较高 但没什么肉 整个鼻子长得很有立体感 长有这种鼻象的人一般 很有想法和追求 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提高 而精神生活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 又取决于物质水平 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层次需求 在事业和金钱方面的野心比较大 做事非常的努力 很有目标感 而且做事坚持 财运非常的好 创造财富的能力特别强 四 狮子鼻 所谓的狮子鼻 就是指鼻一生的比较宽 鼻头长得比较大 看起来非常的有气势 而一般有这样面向的人 做事非常有主见 领导能力强 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做事非常有魄力 天生就是领导型 天生的福气也会比较大 命中会有贵人相助 生活上过得比较富足 五 狐羊鼻 所谓的狐羊鼻指的是鼻梁高 鼻头圆大 但是鼻翼却比较窄 这种鼻象的人 大多观察力非常的强 头脑反应灵敏 对于商机天生就有着一种 非常强的嗅觉 特别的适合做生意 很有商业方面的头脑和才华 不过这种人 大多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 不是很富足 所以年轻时候 家里能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不多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 比较的辛苦 不过中年以后 随着阅历和人脉的增加 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 积累财富的速度也会增快 晚年时过上富贵而安逸的日子 让人羡慕不已 六 龙鼻 鼻子山根高耸透天 鼻子圆龙不露鼻孔 是如玄胆 不邪不偏 剑台庭位分明有收 左右法令文清晰分明 人中中正而分明者为龙鼻 长有龙鼻的人 聪明智慧有文凭 多才多能 财富万贯 如若其他乡里部位俱佳 则官运亨通 职权事业一帆风顺 一生贵人多住 妻子贤惠美丽 子孙满堂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三 鼻子有志的命运象征 一 山根有志 山根是鼻子的根部 正好处于双眼之间 这样位于面部中线的部位 一般来讲都不宜有志 山根有志的人 只适合走正财运 一些高风险投资和博彩 最好不要接触 以免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在感情方面 这类人六亲缘浅 不太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因此 婚姻上也亦遭挫折 二 鼻梁有志 鼻梁在面相众被称作年寿 代表着人寿命的长短 因此鼻梁应笔直端正 不宜起节歪斜 更不适合长志 所以 鼻梁上的志 往往代表着困难和阻碍 鼻梁长志的人 一生运势起伏波动大 做事一步尽如人意 这类人要在事业上 花费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才能有所成就 三 鼻头有志 鼻头也叫做准头 准头有志的人 一般在求财之路上 多有贵人相助 自身付出之事 总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他们财运旺盛 赚钱很容易 并且 这类人心性纯良 为人热情直爽 但是需得注意 做人做事 不可太过直接 在蓄财方面 要学会理财 不要大手大脚 花钱如流水 便可留住财富 甚至富甲一方 四 鼻翼有志 鼻翼是财博宫中 最能代表财富储存的府库 鼻翼丰满有肉 则代表这个人理财 和蓄财能力都很强 若是鼻翼有志 犹如在鼻翼上开了一个洞 那么必然导致财库受损 人的财运也会随之流出 鼻翼长治的人 也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素质 平日里要多注重 三餐饮食与肠胃健康 以免被病痛找上门 如何从面向上 查看一个人福德多寡 所谓阴德就是指 暗中做有德于人的事 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 只有自己知道 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 所谓阳德就是有漏之福 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 但却同时又消耗自己的福德 假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 又享受到了这件事 给他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那么他所积累的福报 就会被消耗掉 而阴德不同 阴德是无漏之福 简单去理解 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 不去消耗福报 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身上 时间久了 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 甚至可以汇集子孙后代 而一个人有没有阴德 都会在身上体现出来 比如说阴质文 就是讲人积累了阴德 就会在脸上留下痕迹 那如果做了缺德事 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 这个是一定的 通过五官可以看一个财运 父母子女福德受邀 那一个人命运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天道成父 就是过去的善恶因 在人身上留下痕迹 可以看清自己 看到自己哪里不足 哪里需要加强 做了一点亏心事 或者一点点善念 在脸上不能一下子表现出来 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 或者大善事 多坏事或者多善事 脸上就会体现出来 表现做坏事或者善事的 缺德文或者应德文 主要是在这几个地方表现 一 印堂 在面相学中 印堂被称为命宫 主人一声容哭 人假如做了亏心事 或者祖上失德 或者前世失德 在印堂处便会有一条选真文 这条选真文 上课父母下课七二 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有此选真文 真的是上课父母下课七二 这个课不一定是课死 非常多的都给父母七二 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即不幸 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 月三年后 我发现他的选真文转角了 他的选真文本来是垂直的 后来变弯了 转到一边去了 这就叫做选真转角 转厄运为吉祥 他从前总是倒霉 父母七二四人 总是轮流生病 他赚多少钱 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的 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 可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 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 二 眼下 眼下称为紫锡宫 应得宫 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或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是位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有眼带或者黑眼圈的 或者眼带下线 是属于先天精气时不足 先天甚虚 所以相法上说 这种人仔细弱 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这种要情修静 清心寡欲 广及应得 眼影影卧残 终于都知道 眼下黑暗下线 是严重的肾亏 肾主经济 经济 经济严重亏损 云和正道 经济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 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的 如影影卧残 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 如残之色 故称为隐隐卧残 广及应得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会有一重或者二重或者三重 细如丝的细纹 此纹细而有光则优美 是名应得纹 若果善人行善 广丽众生 眼下就会出现此纹 如果你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应得纹 那恭喜你 这是增幅严寿 子贤孙贵之征仗 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 激发不善之心 眼下就会发黑下陷 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 真正严重的是 眼下出现竖纹 如针刺眼 此乃克子行孙之征仗 三 脖子光亮 人要得长生不老 青春常住 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 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 不管是一百岁两百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四 法令纹 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 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 法令入口 名为饿死相 又名腾蛇入口 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 但最起码老来孤苦 此纹是随着人的心态行为变的 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 贴口延长之下巴 这种法令成为寿代 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 不要紧 反省忏悔 长省诸善 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 后来行善改过后 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 又生出一条 名双龙出海 既受有富贵之征兆 乃善也福报 五 严寿毛相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疑 至晚年 眉尾会生出三五条特长的眉毛 紫眉明五彩眉 乃德高望重 延年易受之征兆 又耳内生毛 乃高受之急兆 又 中老年人 头发从额头日月角 开始向后脱发 乃是急兆 如果中老年人 头发从头顶百会处 向前脱发 从里到外脱发 乃凶兆 德行欠缺之相 当指恶行善 转恶运为吉祥 当然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得知 自己已经通过行善 或者作恶 改变了命运 但篇幅有限 我略说止 以其众人了解命运 乃自己所做事 善恶因果所致 并能勤行诸善 广力众生 用一句话讲 就是做人要修因德 积累因德 做因德 就是带着无求的心 去做善事 也不图回报 不图看好的去做 这就是因德 不管出家在家 做因德事 都是必须的 天地之间 有古大的力量 在操控着 当从因至闻 就可以看出 人做的一切 都逃不过天的眼睛 所以无论如何 先积累因德 很关键 下面这四件事 最集因德 一定要多去做 哪怕你经常 做一件事 也会功德无量 第一件事 多结善缘 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 不要与人结下恶缘 广结善缘 其实就是在积累福报 佛教认为 世间一切 结因缘 合合而成 人与人会相遇 也是因为有因缘的合合 如果你经常结恶缘 就是会经常遇到 使你倒霉的人和事 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福报 若是能广结善缘 哪怕与人相处时 经常学会换位思考 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想问题 坚持这样去做 就能够积累 无量的功德 既得行善 不在于你做了 多么伟大的事业 而是从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的小事 积累而成 冰冻三尺 非以日之寒 只要坚持 与身边的人 结下善缘 将来你就能收获善果 第二件事 相信因果 古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其实这里的神明 无非就是因果 因果报应 是真实不虚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做人就算无人看见 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 古人说 莫以因果无人见 远在而尊 尽在身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一个相信因果的人 这件事本身就是 功德无量的大善事 很多的人认为 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 其实不然 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 这个善念 也是一件善事 也会带来一个善果 佛教认为 是众生造业 除了行为 还有他的意识和想法 想法是善的 就会造下善业 想法是恶的 自然也会招来恶果 第三件事 精进口验 佛教认为 说话其实也会损耗福报 说话其实也能够积累福报 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 口验是患苦之门 获累知识 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 不说妄语 两舌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 经常说善语 利益他人的话 福报就会越积越多 要想及应得留给子孙后代 平时就一定要修口业 不要乱说话 尽量少说话多做事 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 第四件事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是嘴唧福报的 佛教经典说善男子时故如等 请家修习 孝养父母 若人供佛福等无益 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 只要坚持孝顺父母 功德远远大于 你每天都去烧香拜佛 经常孝顺父母的人 可以得到四种善果 第一颜色端正 第二气力疯强 第三安稳无病 第四健康长寿 或许有朋友要问 季养德行不行 能否也有好效果 小将之以为 凡是季德 不分阴阳总是好的 比如企业家们慷慨捐赠救灾 或者是出钱修建学校等等 比如大家自愿做好事 为他人的生存或者幸福 出微薄之力 都是季德 都能使自己和家人 延年益寿 幸福人生 小将之再次与朋友们共勉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季德来五读书 风水和季德就在大家身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